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树木和石块 表层全是一层枯叶 脚一踩下去就跟着滑 再加上我们背着装备 裹着原始披风 行动本就不变 没两下 大黄牙就摔了一脚 他这一摔 整个人就跟着往下滚 将我们也纷纷地撞趴下 只要在平地上自然不算什么 但在这种滑溜溜的下坡路上 自然就立刻起连锁反应了 那黄牙这一摔 将所有人都撂到了 一行人就跟滚汤圆似的往下滚 所幸这里表层都是柔软的树叶 否则还不知被摔成什么样子 这一滚 简直是天旋地撞 根本停也停不下来 片刻之后 我感觉身下一软 整个人陷入一堆厚厚的枯叶里 这才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便听豆腐大声叫道 有没有搞错啊 咱们也太倒霉了 谁会把古墓修在这个鬼地方啊 我们一点不像土夫子 像土老鼠还差不多 说话间 我们纷纷爬了起来 却见豆腐头朝下 整个扎在枯叶堆里面 这会儿拔出头来 满脑子都是烂树叶 脸色黑的跟铁锅似的 我跟着苦笑就说 这年头哪个行业都不好混呢 一边说 我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发现我们一路已经滚到底了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斜坡的底部 因此 上层的枯叶堆积下来 导致这里树叶十分的厚 躺在上面软得不行 半个人都能陷进去 众人赶紧往前走 以其摆脱这个烂叶沟 谁知走了没两步 懒货脚下忽然一半 像是脚下烂叶子里有什么东西似的 他一了一声 平凡的面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神经 紧接着便低下了头 将手探入树叶里面 开始摸索起来 这会儿我们都出了烂叶沟 就懒货一个人还在里面 也不知在找什么 豆腐剑子问他 是不是掉什么东西了 懒货没理他 下一秒 他摸东西的动作忽然一顿 紧接着双手开始往上提 似乎在树叶之下摸到了什么大家伙 他样子分量挺重的 应该不是我们掉的东西 随着懒货的使劲 一个黑乎乎的散发着恶臭的东西被提了出来 刚被提出来时 我以为是块烂木头 但再仔细一看 顿时就震惊了 这哪是什么木头啊 分明是一个人 确切地来说 那是一个木头桩子一样 躺得笔直笔直的尸体 从头到脚都是烂叶子和黑泥包裹着 因而乍一看 简直连人形都看不出来 难道懒货刚才半倒的是这个东西吗 这树叶子底下 怎么会有个人呢 下一刻 那人完全被懒货从烂叶子底下给拔了出来 紧接着 懒货手一甩 便将那人抛物似的就抛我们抛了过来 众人吓得往后退 那尸体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身体的姿势十分的怪异 一般的死尸 身体虽然僵硬 但都是放松的 而这具尸体却值得有些过分 双手紧紧贴在身侧 有点类似于战军姿势的那个姿势 被懒货这么一刨 尸体砸在地上的反弹力 使得尸体身上一些烂叶子被震了下去 见到我们裤腿之上了 懒货这才纵身一跃 拔出腿 跳到硬土地上 打了个哈欠 对我们说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豆腐眨了眨眼 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忽然神情一呆 说话有些切拔起来 它好像是个粽子 豆豆的行话里 不是所有尸体都叫粽子 只有那种产生尸变的尸体 比如白毛红浆 飞尸汗拔才能称之为粽子 那些一般的枯骨腐尸则是另有叫法 豆腐说这是粽子 说明这具尸体有尸变的迹象 众人不由的大惊 皆围拢过去 凑近了一看 只见这具尸体是男女不便 身上也早就没有衣服了 只是结了厚厚的家 估计是一些干泥 天长日久糊在身上 反而形成一道厚厚的盔甲 乍一看 像是一个鼻挺的泥素 而尸体的脸 虽然糊了烂泥 但是却能看得出来没有腐败的迹象 在烂泥较为少的地方 隐约还能看到一些毛滋滋的东西 似乎这尸体脸上长了毛 长尸毛是尸变的征兆 黑毛 白毛 红毛 绿毛 不同的粽子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粽子脸上毛被泥糊住了 看不出来颜色 但显然不是普通的尸体 我总算知道 他这僵硬的姿势是怎么来的了 尸变的粽子 咒服夜出 老尸打动便是由此而来 这会儿是白天 这粽子八成是躲在树叶底下 休养生息 谁知道竟然被懒货给拽了出来 在阳光下 粽子根本不能发难 便因此保持这种直挺挺的姿势 说真的 我每次见到硬粽子都是在斗里面 要不就是在晚上 像这么大白天的 蒸出一具粽子出来 还真是第一次 豆腐又是吃惊 又是好奇 说 粽子不都是在斗里面吗 这粽子怎么在外边 说着 他一拍脑门 折了指那堆满烂叶的沟 就说 该不会 那下面有古墓的冲入口吧 这粽子是出来 扭弯的 这个怀疑倒不是没有可能 否则神也无法解释 这粽子是怎么冒出来的 首先 粽子的失变是有一个过程的 如果在失变前的某一个时刻 它一直被放在阳光下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曝尸荒野 或者出了意外死在野外 这样的尸体受到阳光的洗礼 是不可能失变的 而现在 这尸体已经产生了失变 这说明 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应该是被埋在地底的 既然是被埋过的尸体 就肯定不是什么意外深思了 豆腐这么一说 我不禁看向那个树沟 心说 莫非那下面真有古墓 这粽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正想着 虎野便皱了皱眉 说下探前试一试 看看下面有没有古墓的结构 众人都是各种行家 也不多说 纷纷卸下装备包 摸出家伙 开始使用探线探血 最后没有发现 比方有漏 又打了一排梅花探洞 官土变色 也没有发现古墓的迹象 这样一来 豆腐那个推测便被推翻了 这粽子应该也是一句老师 巴正是自己钻到烂泥中 去躲避洋气的 而他真正的处处 应该不是在这里 豆腐摸了摸鼻子 善善地说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具尸体就这么搁着 虎野说 烧了 别看他现在没事 你到了晚上就会活过来 到时候有咱们瘦的 趁早产出来 对此众人都没有反对 粽子温洋气而动 不趁着白天收拾他 偷了晚上 这东西绝对会回来 找我们的麻烦的 于是我们收拾了一块空地 将尸体放在空地上 然后将固体燃料 摆成小块的 撒在尸体身上 上火点燃 煞事间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一团团恶臭的黑烟冲天而起 枪的人有些头晕了 虎野说 古诗即使诗变 一般也不会离开自己陵墨太远 这附近必有古墓 而且十有八九被盗过 否则他不会无怨无故地出来的 豆腐好奇地说 为什么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陵墨 虎野没有回答他 豆腐挠了脑袋 一脸费剑 我便解释出 具体为什么没人知道 道斗的老祖宗说 是因为古墓就是墓主的安息之地 墓主失变之后 之所以不到处乱跑 是因为舍不得家 更舍不得墓里的宝贝 所以即使失变了 也得守着 免得外人来偷 听完 显然不太理解 他说 那帝鬼王 为什么会从墓里面出来啊 你说 他是还待在那个地方 还是说已经 我没想到豆腐会问这个 心中不禁一沉 那帝鬼王 按照后来的线索上记载 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粽子了 而是那神灯制造出来的产物 至于他现在依旧是被困着 还是已经离开那个地方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估摸着 帝鬼王应该不会出来 如果他出来 只怕再已经是腥风血雨 我们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才对 这时 尸体散发的浓烟 已经越来越大 扭曲的火苗中 尸体似乎在动 又似乎没有动 也看不真切 这地方是山林 未面引起山火 我们也不敢一走了之 便在一边等着 打算等他烧完之后 再离开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